為了要把電力 帶給印度沒電可用的人 我特地從台灣帶了一台 小型風力發電機 那究竟要如何的組裝 又要如何發電呢 在樹立小型風力發電機的時候 必須以三條纜繩來固定 當風吹過了風機時 外層的導流罩可以穩定氣流 並且讓風機對準風的方向 承接最大的風力 轉軸在線圈裡快速地轉動 藉由電磁感應的原理 產生的電力 藉著電線將電傳送到充電控制器裡 並將交流電轉換成直流電 再儲存在電池裡 當我們要用電時 藉由著逆變器 將電池中的直流電 轉為交流電 就可以使用了